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这一次要来教大家做烤鸡料理了 我使用的是盐生雪盐 它是拌鸡 其实我蛮喜欢用拌鸡做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快 烤全鸡它需要时间太长了 然后我用的 我刚刚看到有台湾海盐 然后还有富具这一款 公平贸易白胡椒粉 然后还有八角 八角烤的时候一起烤 它会有香气 等下示范给大家看 我用的调味很简单 然后我这一次做的料理的概念 是有点像人家在做盐水鸡 或者是盐烤鱼啊 盐烤鸡的概念 我先用海盐 下去腌制这个拌鸡 因为盐生雪盐的鸡 它鸡皮比较薄 肉比较细 它很适合腌制 然后再做烤箱或契榨料理 所以我就用这样的方式 先用海盐腌制它软化它的肉质 然后也让海盐入味之后 我大概静置半小时 然后你看我画面中 我就是用纸巾 把刚才的那些盐擦掉 再把白胡椒均匀的涂抹在 这一个盐生雪盐半支鸡上面 那个皱褶醋啊 都记得到抹到哦 因为这样整只鸡的味道 才会比较均匀均衡 用生抽 酱油啊 你如果用一般酱油 就是它是可以帮助上色 我用生抽是因为我要 让它的味道更深沉一点 我个人蛮喜欢生抽料理的 所以大家会看 我在很多料理上面会用到生抽 一样都把它涂抹均匀 先把半只鸡浸置在一边 然后接着我就来切我的蔬菜了 大家看到有洋葱 然后有牛番茄 有青椒 蒜头一样我都没有去皮 然后还有甜椒 大家看到就颜色非常的丰富 还有洋菇比较大多 大家都会问说我要烤什么蔬菜 其实你就当季有什么蔬菜 你都可以烤 因为不同颜色 它会有不同的植化素 这越丰富越好 我这次用的橄榄油是 Occano 就是我们年货预购的那一款香草橄榄油 把洋菇啊 均匀的涂抹上橄榄油 因为洋菇比较厚 抹油之后它下去烤啊 它会比较能够均匀的传达那一个热能 接着我八角就把它放在蔬菜里面 因为烤的时候蔬菜难免都会出一些水 所以它就会把那一个八角的味道 融合在里头 我用的是气炸烤箱 就是200度 大概烤30分钟到40分钟 因为还有再烤一些蔬菜嘛 所以它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如果你单纯用气炸烤箱 只有烤这个半季 可能时间就不用那么长 那如果用烤箱的话 再烤蔬菜 可能你的时间要拉长到 40 50 60分钟 每个人的机器设备需要的时间 其实都不会完全一样 但是鸡肉啊 烤肉啊烤鱼 这个是可以测试的 所以如果你拿出来之后 发现没有熟 没关系 再放回去烤就好啰 不要太紧张 这样子的烤鸡料理啊 我觉得越单纯的调味 越可以吃到鸡肉原来的那一个鲜美的味道 大家试试看 好啰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